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佟直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中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政府 如何深入地回应地方民众的需求 一起来打造更美好的家园 为大家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请听地方的声音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吕美玲 小军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吕美玲 美玲姐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郑凯凌 小军好 大家好 我是凯凌 郑凯凌 凯凌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 曾继妍 小军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仁爱区市议员曾继妍 继妍一座好 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回家这一件事情 真的很重要 我们一块来看看 其实在调和街上 人口越来越多 我们的美玲姐就争取建设了新车 要多停靠一个位置的新车站 从中正区调和街301号附近 走进去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看到铁路深澳坑直线 这里就是民众希望增设新火车站的地点 因此不少住户向基隆市议员 吕美玲以及立伟林佩祥反映 立伟林佩祥特地邀请交通部 铁道局市政府交通处和都发处 以及沙子里里长和国营台湾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等单位现场会刊 但是初步发现铁道的坡度不适合设站 由于中正区调和街的住户越来越多 房屋建案也不断增加 预估未来至少将有3000户的民众住在这里 现在已经有将近可能 我目前目测可能有将近1000户的 新移过来的住民 还是未来跟我们美林议员讲的一样 可能会高达3000户 那我在这边看目前这边附近的土地 似乎还有可能再有新的建案 新的住民来去移居到我们中正区的可能性 所以我这边跟美林议员 然后我们沙子里里长一起说 我们来建请台铁 看是不是在这附近多设一个车站 因为这附近2088是最主要的国道客源路线 但是2088如果从2088要直接到台北 不管是是否转运站也好 台北市中心也好 似乎可能会不太够 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了是疏散未来这边的人潮 不要让所有人都开车到台北上班 那用铁道用台铁来去增设一个车站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已经有将近快要1000户的人住进来了 然后这些的建案又越来越多 所以未来可能会有3000户左右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增设一个火车站 让大家可以多方向的选择大众运输系统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有想到所谓技术跟坡度的问题的话 我们也希望国道客运这一方面除了2088以外 或者他除了就是因为目前就一班 未来8月开始增加两班 是不是可以多增加几班 或者是更多线的国运客道可以一起来 载运这些需要乘坐大众运输系统的住户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不仅对住户有帮助 对未来活络这边的观光也是会有帮助的 真的很有帮助 刚刚那时候在想说可能是一般的车站而已 就没想到是火车站 真的可以减少很多车流冲击 我们要请教美玲一座 我想这个地方是因为非常多的新旧住民都住进来 尤其新住民越来越多 那包括我们的新和会 新和会就将近快要1000户了 它差不多有好像是五六百户 那再来的话就是乔家大院 那还有优火台北 那未来乔家大院还有part 2第二部分的 那还有听说在土地公庙旁边那边 只要沿着条河街的土地 现在都还是建商非常喜欢的 然后也准备要在那边盖新建案 所以我们就预计大概未来至少有3000户是跑不掉的 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利用这个车子 那如果这么多的3000辆的车子一起大家都开车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 那个条河街虽然现在有四线道 四线道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容纳 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地方刚好有铁轨有经过 所以希望能够增加一个停号站 它可能只是一个停号站而已 可以让这边的居民可以上下车 不仅是这样 因为它临近着就是条河街的转运站 而且又衔接这个北海岸那边 包括这个共寮双溪平溪的观光景点 十分寮等等的这些观光景点 大家也都是坐火车的 所以也希望说可以 那边的人潮也可以过来 大家互相的交流 所以当初我们在做这个设站的会看的时候 甚至居住在附近的这个瑞芳的居民都跑过来 他们还说我们同意设站 甚至也可以靠近他们一点 因为那个地方大概就是临界的瑞芳 那陈济转运站实际上有一部分也是瑞芳那边的土地 所以我们不是陈济转运站 就是条河街转运站也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说 能够设置一个火车的停号站在这边 然后不仅是大家可以利用火车的大众运输系统 二方面我们也可以 因为刚好有一个转运站在这边 然后停车位非常多 包括大客车小客车的停车位 是还有好几百位 所以在这边的话 就是希望中央可以听到声音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立法委员林佩祥 来积极的协助 然后来协助 然后来帮助我们 然后他也非常赞成 因为他也很惊讶 那个地方怎么突然间 那么多的居住民 因为他说他当初以前来的时候 是没有那么多的 没有都是山 对都是山 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中央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那我们也希望台铁能够好好的想一想 有可能这个在未来是最大 最多人上下车的地方 所以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是真的就是要倾听地方的需求 看看需求在哪里 而且最好是要先看到他们的需求 来做这一件事情会更好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在安乐区的热利三间130号这里 我们的凯琳艺座为大家争取到一个斜坡 很安全 一块来看看 那我们要先请凯琳艺座 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带大家来看看 之前是长什么样子 之后又改造成什么样 好的 因为我们热利三间130号 也就是我们慈祭旁边的全联 全联这个地方 因为既然在我们这个国家形成老旧社区 有这一个全联的一个卖场 所以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也很习惯会往全联的卖场走下去购物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在我们六合小草前面这一块土地上面 因为就是因为原本让这边的住户 能够方便上下 因为它有一个高低差 所以要让原本的住户 能够有顺利的外出这样子的路径 所以它才会做这个协颇 所以当初我凯玲根区长 还有我们市府公务科 公务处的廖科长 都一直去跟我们的这几间 三四间的民众来反映 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结完取直 让我们下面的这一条标线型的人行步道 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从头到下面去的一个 衔接的一个路段 所以真的也是跟他们沟通了将近两三个月以后 他们也认为说这是安全 为了地方着想 所以像六合小草这边到第二间 全部它这边全部都结完取直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而且非常安全的标线型人行步道 但是在这边我也要跟各位 我们国家新城或者是外来 到我们国家新城来购物的这些好朋友 要请各位拜托一下 当您开车过来的时候 看到标线型人行道的时候 我真的在这边呼吁 请各位不要再把你的爱车 停在标线型人行道上 虽然大家都认为说 我只是下去买 拿一颗高丽菜而已 速度会很快的 但是你的这个快的十分钟 可能就有一个老阿嬷 他可能他也要下去买东西 可是他要穿越过你的车 他才可以再回到真正的人行步道上面 这个时候就已经增加了这个危险性 所以在这边凯琳也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把车子 不管您到哪里去 不管国家新城也好 我们现在安乐区做了很多的标线型人行步道 像为了我们行人 行人友善安全以外 真的像在五岭街 五岭街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到处都是停车 然后我们行人都没有地方可以走 所以我们安乐区公所非常有魄力的把这个地方 把它也做了一个标线型人行道上出来 以及龙胜国小小朋友每天早上都没有要上学的时候 到处都是车子 没有一条安全的道路 所以真的是安乐区公所我们检区长很努力的将我们 跟我们所有的住户来来沟通协调以后 龙胜国小外面现在已经没有停车了 而且标线型的人行步道也都做出来了 让我们的小朋友上下学的时候都有一条安全的道路 所以在这边呼吁也恳请各位开车的好朋友 看到人行步道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再暂停个五分钟三分钟 因为真的是很让我们小朋友以及长者要过马路的时候 以及走标线型人行步道的时候 会增加非常多的危险跟困扰 尤其回到我们国家新城这一条六合里的标线型人行步道 全年旁边有一个慈祭的停车场 它前半个小时是不收费的 全年都有跟我们停车场都有合作 所以前三十个小三十个三十分钟 前三十分钟是不收费的 前三十个小时就太多了 太多了 吓死我了 二十四小时 三十分钟是不收费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直接去停车场 只是稍微多走两步路而已 所以在这边请各位多多来协助 谢谢 是 就是要打造友善的行人空间 让大家行得更安全 在仁一路的261-8号前 我们的寄言易作业要求要增设机车停车 这样机车就不会乱停了 行人就会有走的空间 一块来看一看这会看状况 仁爱区仁一路靠近研民派出所附近 因为停车需求大 平常都有车辆停放路边 但地方住户争取设置机车停车格 考量附近有幼儿园学童上下学 市议员曾济岩邀请市府单位 和地方居民研议停车的需求 在附近应该是281-291号有一个幼儿园 那幼儿园前面的话我们想 为了要让幼儿园能够安心安全的下山车 让我们来增设防线 要车车这样子里面真的 你说车都没有车 人家买进去里面买名 真的晒一下就会一定没有人要进来 所以把这个机车格给他化跳 也是可以临庭 买个东西可以走 也会带动我们这边 没落这么久的地方 让人要来这里走 这次生日也没说疫情多年了 有民众来乘勤 在仁岳路的191号前面 有四个机车停车格 我想这个地方的地幅也不大 不大的时候 我想这边来震慑黄线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才不会再影响这边的摊商的生意 我想这以前早期是驾驱街 驾驱街的话 可能就要上下货 上下货的时候 这边都增设防线比较多 那因为那时候 不知道什么原因来增设机车停车格 我想施工背景不一样了 那在这边还是希望我们 基督市政府把这个停车格来 替主来化防线 然后有能够让我们这边的摊商 能够安心的来做生意 所以看来就是有化石的机车停车格 就是双 我们要请教季妍一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后续状况如何 那我想针对人一路 261号至8号 这个机车停车格 那也是里长以及当地的里民 来跟我反映说 因为他们平常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因为仁爱区地府比较小小 然后大多数交通工具都是机车比较多 那希望说在这个地方 能够来增设一些机车停车格 那我想他本来是化个防线 那防线的时候还是会造成一些汽车来 汽车来围停 那他希望说化成机车停车格 能够来改善这个停车的空间 那刚好在前面的时候有一个幼儿园 那幼儿园经过我们跟交通处 以及仁爱情供所来跟幼儿园讨论以后 幼儿园觉得说 因为他们的幼儿上下课的时候 也是他们的 应该是车子 应该是幼儿车会在那边接他们 接他们的时候 所有他们的前面的骑楼 那也希望说市政府 以后来贴一些绿脚丫 就是禁止人家来停机车 那才不会妨碍到这些儿童啊 幼儿能上下车 那在前面的话另外来化个防线 防线部分也能够让这些娃娃车或幼儿车过来的时候 然后容易来接送这些幼儿上下课这样子以上 那仁爱路的部分啊 是因为商家有说这个停车阁 刚好在他的门口 他两三格 那经过里长 林罗勤美里长来反应的时候说 因为这两三格说真的 这也不是很小也不是很大 这两三格而已 有时候也是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汽车的停车阁也没办法 那所以希望说我们交通处这边能够把它涂销掉 然后因为我想仁爱路这些摊商啊 长期以来我想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然后生意也会比较萧条一些 然后禁油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前面的这些机车停车阁 把它涂销掉 因为两三格而已 其实没造成多大的影响 那可能会对这边摊商啊 到生意上会有很大的提升这样以上 是所以就是要倾听地方民意的需求 再让大家都可以创造双赢的机会 那说到这个就要大家想到 就是我们的地震之后我们的结构 房屋结构 或者是挡土墙的结构够不够坚强呢 我们一块来看看新丰街303厢的居民 向我们的旅美灵异作来澄清 居民围在挡土墙旁 你一句委屈 因为这座挡土墙出现了军列 墙面凸起 让居民好担心 我们就看那个表面他已经 蓬菇 蓬菇 你这次蓬菇 这次再来就是漏了 是不是 因为你做这个穿 算说地理的你用这样 是没关系 你要说这个村民头要弄好 是不是 他没了 后来我们再叫他做这个管子 后来才做的 而居民也反映 挡土墙下方有泄水口 直接排出到303巷路面 有时水量大 也有污水 让居民无法忍受 比较大 他这个水都没这么大路 他那个汇水会凑 整个都下来了 从哪里广线 这个排水一直都有 下雨天下大的 就会往这边排出来 新丰街303巷旁 这一带都是透天别墅 但隔壁的400户大型社区 仅有一墙之隔 就隔着这一面挡土墙 外墙被漆上天空蓝 但这几年来 居民却发现 上方的挡土墙凸起 军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像市议员余美龄陈琴 现在已经年代也久了 大概二三十年了 现在它的墙有龟裂 跟那个已经有 就是凹凸不平的那个状况了 到底是雨水还是生物污水 我们也是会请相关的单位去调查 那最最重要就是要先请 都发处邀请我们 那个建筑师工会 来去看一下结构的问题 那如果结构有立即的危险性 那就必须要做补墙的工程 所以我们也请这个社区 能够来散尽社区的责任 原本居民一度以为 挡土墙内是一座水塔 经过隔壁社区人员说明 挡土墙上方是一座篮球场空间 泄水孔主要是排水功能 完全的空地 然后民众玩的地方这样子 对 等下就像杜阿迪说的 请那个建筑师工会来评断 对 因为我们都不够专业 要找建筑师工会这边 来做牧师的勘察 那并可以给予改善的建议 就是地方民众的忧心 但是听说看了之后是安全的 我们要请教美玲姐 这个地方大家从外观看起来 大家都会害怕 尤其在前一阵子地震频繁的当中 大家就很害怕 说哪一天这个地方 如果崩塌了倒塌了 那最先倒霉的就是 他们的第一列的这些房子 尤其这些巷弄里面的 所以大家尤其经常 就是他们的排水也不是很顺 所以因此呢 就希望说能够办一个会看 那刚好那时候有土木 祭司工会的也来看一下他的结构 那初步看到的话 就是在结构上面 是没有立即的危险性 但是呢也是要求社区还是要善尽管理职责啦 还包括他们的这个污水的排放 他污水是有给他处理的 而且有接管了 在过去是没有接管的 那现在已经有接管了 所以那个污水的排放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还有一些雨水或者是排水沟 所以才会造成有一点问题 所以这排水沟的这个水 怎么样的排放 还是要请社区善尽管理人的责任 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一次的会看呢 也让大家比较安心 不会每天都担心说 是不是下一次地震 那个整个都塌下来 是目前为止是没有啦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社区管委会能够善尽这个管理职责 一方面呢可能墙面要重新涂一下 二方面呢就是排水的问题 要赶快地处理这样 是就是要安全嘛 这个安全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说到安全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安乐高中 最近有一个楼梯全部整治 而且校方也很用心彩绘好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灵异座 之前到底是怎么样 之后又经过什么样的争取 来进行改善 好的因为安乐国中这一条道路 应该这么说 应该基隆市的国高中 都是在半山腰上面 所以我们每每要读国中 读高中的时候 大家都是要走路走到半山腰去 尤其是安乐国中这个地方 因为也就是有家长跟学生 还有里长都非常的关心 来反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 因为每天楼梯 小朋友都要上下楼梯 每天都要走这么多次 而且人数这么众多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楼梯 能够稍微的改善 让他的所有的大小步 或者是怎样的能够很平均 然后中间做一个分隔的 我们的那个不锈钢的一个分隔线 这样子走不上去的时候 小朋友还可以拉着 而且这样 所以我有去找跟校长商量过 看看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而且要做彩绘 当初要做彩绘的时候 我们还在想说 要来讨论如何的彩绘的方式 后来校长也很努力的 在教育处这边能够争取到经费 在让他们的经费 拿到一笔经费以后 就在把这个楼梯 做得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彩绘 也真的变成是一个 基隆的一个打卡景点 也希望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去那边打卡 另外因为当初在做这个楼梯的时候 也有很多运动人口 也因为他们白天早上 还有傍晚时间也都会常常去 安乐国中这边来运动 来慢跑什么的 也认为说这个楼梯真的这样 有时候下雨天就又会湿滑 所以希望说说我们能够把它 做得舒适一点 当然我们就真的跟我们公务处 还有区公所就一起来去处理 跟校长商谈研究 然后把这个楼梯 做得非常的好走 然后又还有一个手扶的 一个不锈钢的一个把手 让大家走得更安心 走得更轻松 真的就是下雨天 我们今天又多雨 所以这样子的设计是很安全的 大家走楼梯不用担心滑倒 而说到滑倒这一件事情 很多老人家可能经过排水控的时候 或者是机车骑过去的时候 有可能因为太滑 而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的速度 而摔倒受伤 我们一块来看看 技研异作 它就是争取向盗人口盖 有效来管理 而且要增加防滑系数 一块来看看 下雨天的时候 这个水会流下来 流下来之后 它刚好踩到这边滑倒 因为前几天有 那个旅民跌倒 太滑 恐慌的地方已经太久了 以前我有试过用紫滑条贴 摩托车压过来压过去就没有了 南榮路191项道路中间 有一个中华电信人孔盖 日前下雨天有民众走过滑倒 在里长的反应下 市议员曾继颜现场会刊 要求电信公司设法改善 我是建议像台中市 台中市它只要在上面用一层防滑器 抛除防滑器 对 它是防滑器的时候 你孔盖掉下来维修的时候 倒两个 它把它没出 防滑器是配在上面的 而针对民众 因为人孔盖滑倒的事件层出不穷 议员也表示 乐见这次市府公务处 将基隆市挖掘道路管理自治条例 送进议会审查 如果顺利通过 将可全面要求管线单位 改善人孔盖的防滑系数 我想对于人孔盖上面的防滑系数要提高 那在这边的话 我有看到我们这次的定期会 我们就是公务处有送进来 我们的道路 刮掘管理自治条例上面有规定说 以后的所有的管线业子的人孔盖 所有的PPM防滑系数 一定要达到50%以上 那孔盖部分的话 也请业者加强提高他的防滑系数 以达到民众行的安全 然后在这边的话 因为191项 本来就是南农路191项 本来就是比较陡 比较狭小的一个道路 那这边有破损的部分 我会请我们基隆市政府来加强来补贫 真的也就是要倾听地方的民意 民生 然后来把最危险的事情改善一下 我们要请教纪严益座 后来那一整个区块 我想人孔盖在道路上面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人孔盖不只会造成我们行 有时候比较多的时候 会造成我们行人会滑倒 那可能在人孔盖在道路上面 在大马路上面 也会下雨天的时候 也会造成我们骑机车的民众 可能在紧急刹车以后 也是会因为 可能前轮或后轮刹车以后 在孔盖上面 这整个也是会滑倒失控这样子 那我想这次 因为南新街的191项这个地方 有这个问题发生 那我想这次也在我们的定期会里面 也有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 在挖掘道路的管理条例里面 有大概有列出来 以后的道路上面的所有的孔盖也好 或者是施工的铁板以后 它的防滑吸数都要达到50%以上 那我想这些管卸业者 后续我可能会再追我们公务处 对这些管卸业者 可能要先开个说明会 然后听这些管卸业者的说法 这样子 那我想这个道行的部分 因为这个怎么说 因为这个人孔盖在马路上面 几乎都有看到 不只是中华电信也好 台电也好 自来水也好 包括我们的污水也好 包括一些应该是一些电信业者的很多 都有很多 所以造成这个骑车也好 路人行走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伤害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我们所有的管卸业者 能够对于孔盖上面的方法系数 自己要来提高 那金融市政府这边我想 后续 我想这每个议员都会来注意 到底后续我们这个管理知识条例 编列以后 是对管卸业者要怎么样来劝导他们 或者是怎么样来督导他们 把他们自己的管卸能够提高 然后造成 不管是用骑车的民众也好 用路的人也好 能够安全的来行走 以上 是 就是要安全这一件事 而且民众真的很有感 除了安全这件事之外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美玲异作 凯玲异作 其实一上任之后 就一直不断的在打造 什么是幸福呢 就是回家要有停车位 我们要请教凯玲异作 对 我在上一届的时候 打的口号就是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回家有停车位 这个真的是非常幸福 每每我们已经上了一天班的 回到家的时候 到晚上到家的时候 找不到停车位 在我们社区里面转了一圈 两圈三圈 真的是整个火气都起来 就是想要揍人的 如果说有一个停车位 我只要回家的时候 我有一个停车位 可以停的话 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所以在这边 我们金融市政府 这一年来 尤其这两年来 尤其是我们交通处 一直在到处 在寻找我们的闲置空间 不管是你是大的闲置空间 还是路边的闲置空间 都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一个停车 让大家能够方便停车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路边停车的 不管是路边停车阁 或刚才我们基研所说的 现在就要求很多地方 我们路边能够有一个停车阁 机车停车阁也好 或者是叫车停车阁也好 让我们能够方便的 这样子来停车 所以尤其交通处 现在我们的副处长 是专责这个 我们教我们的停车阁的 这个事情 只要有你认为说 你的土地是闲置的 闲置空间的 而且你没有在使用的 你愿意提供出来 让我们市政府来帮你规划停车阁 不管是收费或者是不收费 都可以跟他来沟通 来商量看看是 如何把这个地方 能够有效的来运用 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有很多社区 他旁边就会有 闲置的一个三角地带 或者是闲置空间 没有在使用的一个 被拿来做 可能是拿来做环保使用 还是什么 重残 其实重残 其实这些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交通处来会看 也请我们交通处来会看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地方适不适合 可不可以来做 来坐停车阁来使用 除了让你社区的居民 里民可以来运用以外 看看要不要收费 或者是不收费的 让大家来自自由停房 这样子让很多人下班的时候 就可以回家 就有停车位可以使用 是真的就是下班 马上就有位置停 如果是那间老旧社区 的确是停车很困难 那一块来看看我们的纪言异作 他就是帮民众来解决这个问题 下班后回家找不到停车位 让民众相当困扰 市议员曾纪言 结合书院里里长林文肯 光华里里长陈世锋 共同邀请市府相关单位 办理现场会刊 将把仁爱曲公所旁 靠近华六街这一侧的机车停车阁 以时段弹性运用 作为汽机车共用停车位 最近有接到民众像议员跟我提出这个需求 就是晚上的话 晚上大家下班的时候 要回家的时候找不到停车位 然后这边刚好有机车停车位 因为白天上班的时候可以供机车停用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希望说 希望说透过议员向市府争取说 这个地方是不是晚上开放给汽车停 让上班的一些油脂他们可以回来 就有个地方可以停靠 就是有这个需求 华六街本来就有一个机车跟汽机车的共用停车格 那我想共用的停车格是机车是早上的 汽车是24小时全天后都可以停 那汽车的话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的8点 那在这边的话 我是希望说对面这边啊 因为民众沉寂 因为这边车位真的是很少 那沉寂对面那边能够反照对面这样子 然后来设置一个汽机车共用的停车格 那我想汽轮市的话 本来人海区就是地府比较小的一个区域 行政区域 那我想在这边的话 也会再来配合我们每个里长啊 因地制宜啊 然后来请我们交通处再研议 看看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停车空间 来又造成民众的一些方便性 由于停车位实在不足 地方上透过汽机车共用停车位的弹性方式 来改善民众找不到停车位的问题 这方式真的很聪明 我们要请教纪言义座 我想还是一样啊 刚才我们凯林义座有说到 就是很难找到停车位 那停车位不管是机车也好 机车也好 我想一位也难求 那在仁爱区公所 刚好在仁爱区公所 华六街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仁爱区公所 来架工的民众大多都骑机车来 那在前面都要画这很多机车停车格 那我想在那边的居民回来以后 他觉得说机车停车格只能停机车 如果停汽车的话就会被开罚 那在这边的话 那经过我们跟里长也好 跟我们交通处也好 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居民 他讨论过 是不是把这个机车格用的弹性的 比如说在晚上没人停的时候 晚上的时间就由汽车来停 然后早上的时候汽车不能停的 就是由汽车 洽工的机车民众来停这样子 那我想基隆市地府就很小 那我想希望不只说自在人爱区 各区都一样 能够有找到地方的话 能够用弹性的运用来共享这个停车位 那不要说单一就是停机车停机车 停摩托车就停摩托车 那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想你要再多找几个车位也是很困难 那就希望说交通处这边也好 能够来看看我们基隆市哪里需要 用这种弹性 然后共用的停车位 然后解决一般民众的停车的疑忆 对 就是提供民众的停车需求 当然大家就不会乱停 那就不会被开单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民众还有很赶的就是路要拼 我们一块来看看南新街的路面破损 要重铺 市议员曾济岩和里长李建德巡视里内 却发现道路有些均裂 车辆来到总安处 车轮和地面摩擦 车辆容易打滑 要看这些都起来吧 这些就是51区吗 51区这些座台吧 这座这座的 位于一半三腰的南新街 因为住宅林立 道路车辆进出频繁 导致路面耗损严重 市议员曾济岩相当重视道路品质和安全 邀急的市政府公务处到里内巡视 针对一些破损带修补了路面 希望市政府能够帮忙处理 所以常常有这种现象都积水 都猎人 要骑沙子 处理叫做七八个地方都有这些现象 基隆市市民最大的福祉就是 灯要亮 路要平 锅要通 我想吉人里 南东新春 这路面也长久都没有来泡铺了 经过李建德里长的建议 然后我们就大概因为 基隆市的预算有限 然后我们在有限的状况下 先利用有限的经费 先选差不多四处的地方 比较破损 比较严重的地方 然后请我们工务处 养务工程科来进行抛铺 而后我在议会的话 也要在议会的开会期间 也会提出我自己的意见 提出来就请我们 基隆市政府的裁主单位 对于道路的预算 一定要增加 不能删减 今天看南新街 一座跟里长都非常关心 我们里内的路面 那刚有局部刊的几个 比较破损严重的几个点 那工务处回去 会去计算面积 跟整个排定工班 那我们就是挑这个 路面比较不佳的部分先做 那有些部分在去年度 就已经做好了 那路况都还不错 我们还会持续 把路平的工作来继续做好 路平这一件事 真的大家最有感 我们要请教季妍一座 我想一个行政首长 在施政方面的话 我想路平 然后沟通 然后灯要亮 我想这是最基本的 那我想在这边的话 也是因为我们基隆市道路 也有很多破损 不只是在仁爱区 各区都有 那我想这次 我们基隆市政府的预算 也有增加了 那未来的时候 也是希望说 市政府在这个道路 抛铺这个预算上面 能够增加一下 为我们基隆市 不管是南新街也好 各区各里各项 里面该抛铺的都要抛铺 我想路不平的话 让每个人回家也好 或开车也好 骑摸车也好 或走路也好 都会造成很大的不便 那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市政府这边 对这个预算一定要增加 我想你增加这个预算的话 一定对一般基障民众 会有好感的 是真的 就是凹一个洞真的就是很讨厌 车子又会颠簸一下 如果你走路没看到 脚下去就湿了 我们要请教梅林一座 是啊 其实真的是非常棒 就是现在开始很多的路坪 已经开始都在铺设 那除了一般的大马路以外 其实有很多的巷弄 在过去是被疏忽的 那像我们武昌街 那前一阵子也 武昌街也铺平了 那未来呢 我们已经争取到104项 也要重庆跑铺 因为104项 它经过的台电 经过的自来水公司 还经过了瓦斯公司的铺管 所以它已经 坑坑洞洞 坑坑洞洞的 虽然不是坑坑洞洞 也都是一层又一层 然后被切割了 所以我们也争取到了 那也很感谢市政府 也感谢市长 请提民意 你看到这个地方真的不行了 然后也已经 预算都争取了 然后准备在未来的时候 来做这个104项 那真的非常感谢 因为对居民来讲 这是一大的福音 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 尤其我们那边 老人家非常的多 而且你也知道 武昌街104项是胁迫 这个斜坡呢 长久以来 其实电车 司机都很害怕 现在慢慢路都平了 然后坡度也慢慢的降低了 所以电车终于赶开上去了 那未来它会铺得更平 是 我觉得很令人期待 住在那一带的民众 就会回家很安全 对 然后凯琳一座 安乐区其实也很多 超级多 路平灯量是最重要的 一个民生问题 所以我们在基隆 我发现说 这两年来 我们的路平的 整件的费用 我们的经费是逐年的 一直在增加了 而且今年下半年 还会再追加 跟一笔还蛮多的一个预算 但是因为这个追加的 因为是为什么要追加 就是因为中山区的大庆大城 中山区这个大庆大城 这个坡坡什么坡路 对不对 海坡路 终于终于终于 我们谢国梁市长 带人去看了一下 所以认为说真的 有人拍照得奖 对啊 海坡路 海坡路 这么有名 大家都知道了嘛 所以基隆 这个路平的一个经费 真的是增加的非常多 尤其是大庆大城 这个弄完 这个把路平弄完了 你看嘉惠大庆大城里面多少的住户 真的是非常的让大家会更安心 在我安乐区这个部分 因为台北大镇的地方 因为刚好是自来水公司 刚好在换大水管 它的管线在高地供水在处理 刚做好 所以台北大镇这个私人领域 私人土地的地方 也真的全部都重新铺好了 虽然是由自来水公司来先住 但是我们也是一直 你们也都是在配合 也是为了这个路平的事情 以及我们基金一路 210项一弄 我们也一直在争取 我们已经争取了 我已经争取了两年多了 那这几天 因为我们处长 公务处处长跟科长 也又重新的来去会看了一次 应该在最近就会把它重新跑铺了 因为现在都是一直在卡到说 这是私人地 那私人地或者私人地 然后它就不能 我们市府单位 公部门的单位 无法进驻来协助 让我们路面来整铺 但是但是这是真的是 公众使用通行的一条道路 所以这是市府 我们公务处也一直在 不能说逃避法律 在避法律的一个缝隙 在找来协助我们 这种私人土地的道路 如何来重铺 所以当如果说 你有这些困扰的时候 记得不要 记得来找卡林 找纪言 找我们美名议员 来请我们公务处来协助 以及我们安乐市场 我们市长那天才带我们去会刊的 任意录八十一项 这个私人土地 但是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一直在找 请地主 我们希望能够地主 能够出具我们土地的同意书 他如果有出具这张 土地同意书的话 公务人员更有保障 不是我不帮你抛铺 而是地主不同意 今天只要地主同意的话 这一条公众通行使用的道路 我们市政府一定会进来 来协助来跑铺的 是真的 就是要倾听地方的民意 而且要跟大家好好的来交流 可以看到市长 他近日来就一直不断的走路基层 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美丽丽座 是不是有看到市长 有不一样的地方 很受大家好评 是 市长的施政在很多的方面 我感受比较深的 就是我们室内儿童乐园 那为什么会感受这么深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呢 小孩子要玩的地方 在过去真的很少 公园有的时候在私作 然后私作两三年都没有完成 那最近陆陆续续的完成 所以因此呢 你如果好天气可以在户外 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尤其是基隆 冬天下雨又这么多 那怎么办呢 孩子都被关在里面 所以呢也都不是很 这个不是关在里面 就是跑到别的县市 但是自从每一区都有 室内儿童乐园了以后呢 那小孩子尤其是孙子辈的 他们都很愿意的回到基隆兰 那我曾经听过一个阿公就跟我讲 他说真感谢 感谢市长啊 设这个 书来这个儿童乐园 我孙啊 本来以前啊 差不多都半年回来一次 那家庭我给他带他一回后呢 他说他每星期都要回来 真的啊 也就是说 他已经让孩子们很喜欢 然后不仅阿公觉得很快乐 因为孙子回来嘛 陪伴他 可以看 然后他可以带着孙子一起去同乐 那又有地方 而且那个地方又是室内的 没有这个风雨的困扰 所以呢 那阿公他就觉得很有感 这个是阿公阿嬷很有感的 那我自己本人很有感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那个邻近 邻近家园的这个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半山腰 而且是距离那个中正路的 所以中正路你只要有一台机车 或者是汽车那种噪音 这样嗯 半夜哦 就醒了 对我们家是听得到的 虽然我们家有放这个隔音 但是那隔音不是很好 老实讲 那二十多年前的房子嘛 那房子已经差不多四十年了 然后我们重新装房是二十多年前的 所以那隔音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以前真的每一次就这样嗯一声 那我就起来了 那我那时候真的很困难 我也经常提出来 要求这个市政府你要去注意 你要去检测啊什么的 那那个时候 可能这个方法会是什么样的 虽然有在检测 可是方法可能不是运用的很透彻 法也不是法的很多 所以还是一样有 嗯 但是自从这个政策开始 谢市长实施这个政策以后 就临近很多了 其实我是蛮感恩的 因为至少我们那边附近有很多 阿姨是四年的 因为那个声音太吵杂了 然后最近大家都睡得还蛮不错的 所以呢 重罚下有效 对重罚下 我觉得这种重罚是应该的啦 因为真的很可怕 因为有很多人他真的需要一个 非常安静的一个睡眠 不要说你这样子每天 而且那个噪音很可怕的 那个噪音的声音是 你一下就会被惊醒 一下就被惊醒 阿有的时候呢 虽然低一点 可是那个 我不知道那个是频率的关系吧 然后就会让你就是在睡梦中 然后醒来 醒来 然后你就睡不着了 就那个频率会一直不断的有 所以呢 但是最近几个月几乎都没有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 是很有感 这个政策我觉得 对我来讲 我觉得特别有感 是 哇真的是很有感的一个政策 就是大家晚上要可以好好的睡觉 要睡得着 要够安静 所以这一个宁静街坊的专案很获好品 那我们要请教凯玲玉作 有没有什么市长有一些新的政策 让你觉得很有感 或民众有跟你反映了什么 非常有感太多了 尤其是绿斑马的绿斑马 因为在我们 我自己在开车嘛 我们要右转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A 那个什么 A柱 对会看不到 A柱会看不到 但是当 当有绿斑马以后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你要开 要右转的时候 会稍微慢一点 慢一点的时候 不管有没有A柱都没有用 都没有关系了 对 然后说实在的 我是不敢过马路的人 我很害怕过马路 所以我一定要会看到 我们要搬马线或走地下道或走天桥 那现在我们只有搬马线了对不对 要过搬马线的时候 我有时候我现在会响应我们县市长的这个号召 过马路的时候我会举手 我会跟大家挥挥手 说我要过马路了 顺便你跟那个来车的 谢谢 谢谢他一下 谢谢他让我先过 所以这一个是真的让我觉得说 这个绿斑马 那种感觉非常的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让我更安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基隆市 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这个东西好用在哪里 你知道吗 新手爸妈不要忘了 你要赶快的加入 我们基隆亲子平台 因为我们家的保姆 都会跟新手家长说 让加入这一个群组 加入这个群组以后 你如果晚上你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保姆 询问保姆说 我家小朋友现在状况这样子 我要怎么处理 怎么这样 但是有时候 我们都是假日才把小朋友带回家 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这样子人家保妈咪也是要休息的 所以这个时间点 然后我有时候晚上找不到医生的时候 也不去急诊的时候 还没有去急诊之前 就先打个电话来询问看看我们亲子照护平台里面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医生 我现在下一步我该怎么样的照顾我的小朋友 因为这是临时的临发状况 让新手爸妈会担心害怕 但是有了这个亲子照护平台以后 我觉得新手爸妈给我的回馈说 他感觉上说他有一个靠山在帮他靠着 他很安心的说我如果小朋友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我可以马上可以找得到有如何来把这个事情来处理好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绿斑马以及亲子照护平台 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大推的一个政策 是 这个政策就是民众反应都非常的好 对 那我们要请教纪言易作 是不是市长与民间交流倾听地方声音 其实很多民众都会直接面对面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 自己的诉求说出来 最主要就是要营造美好家园 我们要请教纪言易作 那我想在这边的话 因为市长的施政大家都知道 因为刚才两位议员都有讲过了 包括打造友善的行人空间 以及室内的儿童乐园 以及亲子照护平台的方面 还有包括临近的街坊 那我想市长他最近也大概都有跟这些基层的名利 包括易销易锦或者是民房巡守队来座谈会 那我自己身为易销的总队长 那我想亲身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因为市长那天跟易销这些基层的干部 然后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看看说这次的年底预算的话 到底对于我们易销这些出勤携勤的方面 需要什么装备需要什么设备 还是服装上面的要改进 然后一些对他们工作上面 能够加强他们工作上面的舒适性的方面 我想市长就亲自到场 那我想那天大概有五六十个人 将近五六十个人 那我想可能是没有权道 但是市长非常的用心在听大家 那我想基层的易销的一些兄弟姐妹 也提出很好的建议给市长 那我想市长也承诺说 大家还有第二次的会议 那我想这是一个作为地方首长 最重要的一个态度 那我想他真的能够体会到 他不管是因为市长可能要管的事情 非常的多 整个基层市 包括不管是任何的团体 任何的一些单位都是他要去照顾到的 那我想他利用这个时间 然后跟大家来做堂会 看看请听一下基层的这些名利 需要的一些设备装备 以及服装方面的一些舒适性 那我想这是基层的一个地方的首长 做的事情 然后大家都说谢市长怎样怎样 我是觉得 我个人真的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用心 可能是他比较善良一点 不善意去跟你反驳 去讲你怎样怎样不是 那他我说真的 他处理事情的态度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刚才议员所说的 对基层市任何以前 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事情 他都注意到了 然后希望说民众能够多给他的时间 多给他的支持 这样的以上 是就是要倾听地方的声音 打造大家需求的环境 那最后剩三分钟 我们请三位一座 就是最后来展望一下未来 我们先请美玲姐 在这边的话 我就是期许我们大家 我们市民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 当市政团队制定一个良善政策的时候 我们大家应该一起来协助 而不是要搞搞破坏 因为最近发现很多的地方被破坏了 让我们觉得很游心 请不要制造对立 和谐家园是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团结努力的 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是就是要打造美好的未来 让其永更繁荣 我们要请教凯玲一座 好 许财力市长以及张通龙市长的与民有约 现在是由谢国良与市民们来说明 更近距离的来说明 所以希望说我们如果说您这边里内有办市长说明会的时候 不要忘记你可以跟市长面对面的来沟通 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 而且基隆市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 是就是越来越好 一样就是要倾听地方的声音 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 最后我们要请纪言一座 我想基隆市的市民都知道 我们谢市长最近都有下乡来一些基层的市政说明会 那市政说明会借由这个机会 能够跟我们市民能够面对面来讨论一些市政的问题 那我想为了基隆市的好我想各位大家少一点口水 多一点支持 那我想如果跟在市政说明会遇到谢市长之后 你可以跟他当面来提出你对基隆市的看法 我想市长都会来续心来接受你的指导 以上 真的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 一座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享民众最在乎的问题 也透过对话让我们可以更感受到凝聚力还有多元性 也看见一座们深耕在地为民毛福的努力 一起携手共创基隆美好的未来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